站了几次也是获得了一个好的成绩 这头牛在家里面 红星家里面应该是有十多面展牌 都是由它拼搏下来的 还有头牛在家里面是ICES 有多少次的转意 人们的球一月 加上第1球 都是我们爱玩力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第四来的话 虽然只剩下十二头牛 但是阿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肚子饿的话 你们先去上面买点东西 垫垫肚子 因为这十二头牛 我估计打两个小时 可能都有点难分难解 我们产内的这两头牛也是用一个固定的姿势 所以说这两头牛应该是要拉脚 有请下一组520对我们的6号 做好入场前的准备 做好预备的是11号对111号 盐за是520号对11号对11地盖 逮捂的14号对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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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对 128号对11阶218号对11号对6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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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級了下一輪的比賽 恭喜我們的夜藍 也恭喜我們的赤湖 接下來我們迎接一個重頭戲 我們的亞太的五個腰 6號 加安營戰我們的真理一把 我們那邊棋子穿下來 頂尾的棋子 我們場內的真理一把 依然是超向對手 只不過碰的力度沒有那麼大而已 場內的這一組也是展現了碰的雙方 所以我們組委會還是 給我們場內的兩道賽牛每頭50元的鼓勵獎 這是我們雲南鬥牛的一個風景線 只要你牛打得到精彩 不管到了哪一輪 我們依然都有鼓勵獎 好 我們雙方的牛主扣退後 我們整理一把牛州這邊退後 往別山來吧 你們在東京場中間嗎 你們現在是 往別山來 往別山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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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請第三組的 十一號對一百一十一號 簽到通道內做好準備 最好預備的是198號對521號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今天我在拍快手作品的時候 我還特意採訪一下李甘 我問他 你覺得整理A8今天最大的對手是哪一個 他說是我自己 我說你說的對 因為上一次整理A8奪冠的時候 他是染了黃頭髮 但是今天他沒有染黃頭髮 如果整理A8沒奪冠 我就說了 我說只能怪你自己沒染黃頭髮 他的對手6號是前段時間我們亞太多牛軍團 引進了一頭優秀的好牛 也是高架引進 這頭牛的打法技術特點是以拍腳為主 打到後面的話會展現一個碰的功夫 引進到亞太鬥牛場以後 這段時間也好像長肥了很多 尤其是近一段時間 可能很多細心的牛迷朋友都會發現 亞太軍團的所有的牛都已經盼起來了 都已經肥起來了 像大家關注度比較高的五者一號 這段時間也是有900多公斤的體重 還有我們的小河牛王 現在也是有900多公斤的體重 最後 那我可以 自開啟嗎 自開啟 誰 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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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